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问这样的生活是祖母想要的吗 花老夫人 我根本不喜欢这个名头 我就喜欢叫林婉 永远做林婉 请相信自己 每个女孩都是独一无二的 别人都不是你最大的敌人 你最大的敌人是自己 女人最大的安全感 可依靠是自己 让自己能够自在的生活 学会了爱与被爱的能力 想不了那么多 喜欢是最重要的 要有心动 要同频 彼此在一起能成为更好的男人 少要本质不是一个胆子小孩 也在一件件事件中 找到了自己存在的价值 女人也不一定说 是要靠男人 其实靠自己 还是最稳妥的吧 不是我一个人在英里的花家 其实是大家一起 带着花家往前走 女性也是可以撑起整个家的 气死我了 男人还是靠不住我 大家好我是花指 旁边是我的妹妹韶耀 大家好我是少要 是花姐姐的妹妹兼小姑子 也是花家的一份子 那少要作为花家的一份子 跟花家一大家子女眷相处 有什么样的感受 首先呢 我太爱花家的每一个人了 就是这里 我们一大家子 每一个人呢 就性格迥然 但是每一个人又如此的热烈明媚 然后 虽然每个人都有一些 偶尔有自己的小私心吧 但是贯彻的 整个花家的是大家的爱 还有花家的精神 所以然后每次遇到任何的事情呢 大家都是齐心一起向前走 而且整个花家呢 从来都没有什么勾心斗角 什么家长里短 大家都是真诚坚强 且 有花家精神的人 花姐姐为什么会这么照顾少要 保护少要 在花姐姐眼里 少要是怎样一个人呢 首先我觉得少要就是一个 非常的可爱 善良 纯真的小朋友 然后她也像一个小生意一样 有着很高超的医术 因为我觉得她可能自己 在皇宫里长大 也缺少了一部分家的温暖 所以就会不自觉地 想要给予她这一份温暖 最初少要的胆子很小 是因为什么变得越来越自信 越来越开朗 对于像曾经的少要一样 缺少自信的女孩 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我觉得少要本质不是一个胆子小的人 但只是因为小时候遇到的一些事情 让她不得不封闭了一些自我 然后后来呢 也是重逢了哥哥 然后遇到了她人生中的小太阳花姐姐 然后包括遇到了花家一大家子 还有跟她互相陪伴的沈万 然后她们一起都经历了很多事情 然后少要也在一件件事情中 找到了自己存在的价值 然后也慢慢地越来越认可自己 也觉得自己并不是一个异类 并不是他们不同的人 然后从中一点点获得了自信 包括学会了爱与被爱的能力 我想对那些不自信的女孩说 请相信自己 每个女孩都是独一无二的 找到那个会发光发热的自己 少要很崇拜花姐姐 怎样才能成为像花姐姐一样的人 去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呢 首先要充实自己 提高自己的能力 然后保持善良 尽可能地帮助身边的人 比如说像少要 你就要多多提高自己的医术 这样你就能帮助更多的人了 少要为什么会喜欢审患 喜欢她的哪些方面呢 我觉得审患的小子对我来说呢 她并不是一个表面上那样子 看起来的小孩 她也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 然后跟她相处过程中呢 也逐渐发现了她身上的很多优点 她会跟我平等对视 然后没有把我像别人一样 把我当作一个小傻子 一个异类 然后她会很尊重我 也会发现我身上很有趣的点 你在她这里 你遇到了更好的自己 或者说更全面的自己 你更加认识到自己了 会随着时间慢慢推移 然后你会越来越意识到 自我在这个感情 或者任何事情中间的重要性 花姐姐 你觉得好的爱情是什么样的 不如婚姻需要考虑哪些问题 首先我觉得应该要有心动 然后两个人要同频 然后有一样的价值观 能聊得到一起 然后彼此在一起 能成为更好的人 那希望少要开开心心 那希望少要开开心心 继续健健康康 快快乐乐地成长成一个小朋友 继续当小朋友 花姐姐谢谢你出现在我十七岁的生命里 然后也是因为你我踏出了那个满是灰烬的小房子 也是因为你我学会了好多人生的第一次 包括如何去表达我的情感与爱意 也是因为你我相信了这世间有太多的美好 谢谢你带我看到的这一切 希望你能永远明媚更加自由 能身上少一些担子 然后跟我哥能去游遍天涯海角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